有一群年轻男性疑似为了帮朋友庆生 三号晚间在澎湖马公市的直排轮练行场边 竟然把朋友用保鲜膜绑在电线杆上 接着喷洒泡沫还有巧克力酱又喷水 玩得很开心 不过事后留下了大批垃圾跟污秽的痕迹 环保局表示这群人在公众场合制造脏乱 将会依废弃物管理法 针对行为人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 我是杨祥宇 白天坚守疫情新闻第一线 晚间我们一起掌握国内外大小事 重大新闻深入分析 突发讯息绝不漏接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